私立豫章高级工商职业学校 位于新北市板桥区 成立于民国56年 创校至今始终秉持 成 勤 胡 胜 创新的校训 培育出五欲并重的技术专业人才 而今年来也以多元学习 适性发展 技能本位 快乐学艺作为理念 提倡创意教学 激发学生无限的潜能 因应就业环境的变化 盼能与产业需求接轨 豫章工商科系的发展 现设有资讯科 电子科 电机科 资料处理科 商业经营科 广告设计科 餐饮管理等期科 以满足国内产业 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 资料处理科 资料处理科 以培育各型企业所需要的资料处理 与应用人才为目标 加强传授实用技术与基本知识 培养资料收集 处理 分析 以及操作商业资讯系统的应用智能 且涵养诚信 勤奋 以及乐成的工作态度 适时调整课程内容 以因应最新的市场需求 并加强网络社群使用 配合未来社会形态的转变 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同时也辅导学生参与各项技艺竞赛 以及征兆考取 每年皆可以创造优秀的成绩 商业经营科 商业经营科在教学上强调理论与实物并重 从教学 实习 实作 仪器合成 并在校园内设有实习商店 让学生了解营业销售 以及账务管理的流程 从实桌中体验印证理论学习 而在课程上 则着重升学与就业并重 知识与技能兼顾 同时加强辅导学生 取得相关的国家征兆 提升自我的就业价值 而秉持着培育人才 训练专才的理念 商业经营科不但依就业市场的需求 积极培养学生具备会计记账 文书处理能力 以及电脑应用等专才 还依学生的意愿 成立升学辅导班 加强辅导向继续升学的学生 而成立至今 已有多届升学班学生 每年顺利地考取心目中明像的学校 目前商业经营科 在全体教师的严谨要求之下 无论在就业证照的取得 或是升学录取率的提升 均有优异的成果展现 餐饮管理科 以培育餐饮相关专业人才为主 拥有专业技术合格师资 并聘有饭店的主厨进行教学 将理论课程与食物操作两相结合 借此与职场脉动接轨 在教学设备方面 拥有最现代的教学设备 设有中餐 西餐 烘焙 饮料调酒的专业教室 其中烘焙 中餐教室 为劳工委员会 核发认定的 丙级检定考场 而除了建构完善的教学环境之外 餐饮管理科也激起辅导学生考取各类餐饮征兆 近年来 烘焙中餐丙级征兆的通过率均达百分之九十 成果非凡 而在各项餐饮大赛中 也都可以看到 豫章工商 餐饮管理科 学生们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准 表现亮丽 电极科 电极科着重专业技术的养成 针对多元社会以及产业需求 提供具有多样性的训练 以及实作学习课程 加强电工实习 为电脑技术的训练 使得电极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物 能够相互相成 并开设单晶电 可程式控制的电脑应用等理论 使学生可以获得最新技术 迎合产业发展需求 增加就业机会 除了传授给学生 并积相关技术与知识外 也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公安习惯 以及职业道德 并落实证照制度 当同学毕业 即能拥有就业的实物能力 在完整电极专业人才养成教育 熟练的技能培训 以及证照取得辅导下 学生在校时 不仅在参与各项技艺进在时 荣获优秘的成绩 毕业后 在升学或就业方面 也都能展露头角 拥有杰出的表现 资讯科 资讯科以培育软硬体技能 素养兼具的资讯专业人才为目标 训练学生 网络架设 以及网站建制的能力 无线网络系统的规划 以及安装技术 培养电脑硬体装修 以及系统安装的技能 并加强学生取得证照能力 强化基础知识 以及专业教育的养成 让学生具备多元知识 与创造思考的能力 提升学生升学与就业的竞争优势 以其适才适所 而透过各学科的完善规划 不仅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内容 学生参与对外各项竞赛 也均能争取佳基 电子科 电子科以培育电子行业的 基层技术人才为目标 其课程规划上 以实作技术以及专业知识并重 结合基础科技与产业应用 配合产业发展趋势 与台湾电子设计产业的需求 加强培养学生具有 电子专业工业安全的观念 并能独立分析 电子电路的基础理论 以及应用电脑辅助工具 来模拟实习 藉由实作课程的规划 同时要求学生 具有良好安全的工作习惯 而为因应科技发展的现况 电子科课程内容 除了基础的电子实作之外 还建置完善的专业设备 累积学生实务操作经验 使学生毕业后 可以运用在校所学 成功与业界接轨 此外也落实技能课程 鼓励学生取得各项专业征兆 强化学生就业职能 而在扎实的训练下 学生在各职类竞赛中 也获得许多的肯定 鼓创家机 广告设计科 广告设计科 主要以培养艺术性 创作性的视觉传达设计基础人才 在课程设计上 除了一般学科 以及专业的课目之外 更着重于在地学区的特色发展 而技术课程方面 则加强电脑绘图实作实习 成立设计培训营 训练选手参加全国性设计竞赛 荣获多项大奖 并也积极辅导参加技能检定 取得技术式领级加以及职业征兆 以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升学优势 同时并透过现代化的软硬体数位设备 提升教学品质 达到与业界专业技术同步的标准 我们是一所职业学校 我认为我们职业学校应该加强的以下几点 第一 要落实品德教育 让我们学生培养学生负责尽职 能够有敬业精神的青年 第二 注重通事教育 要培养我们学生丰富的知识 增广视野能够有国际观的少年 第三 我们要加强技艺技能教育 为国家社会培养基础的专业技术人才 在第四点 要增加一个 营造民主 平权 两性平等 法治的一个有赛校园 尤其这些年来 从明博山98年开始 我们受教育部核定为一个试办 或者办理优质高质的学校 在这个前面的基础原则下 我们定定了几项计划目标 这些计划目标我们都能够一一地达成 育章工商以专业的私资团队 与丰富的教学资源为后盾 不断深化办学品质 建立各科学生专业能力指标 增加竞争优势 每年教育部所主办的 全国中等学校技艺竞赛 育章工商皆能在众多参赛者中 脱影而出履胖夹击 同时艺能在升学表现上制造好成绩 足以证明育章工商在落实技能教学 推动优质化教育的成果已见成效 而除了在教学成果上 有卓越的成绩之外 也积极培养学生体能与艺能的能力 而其中对于推广国术更是不遗余力 培育出不少优秀校队 多年来参与全国各项国术锦标赛 兼有国各项大奖 战绩辉煌 也然成为了国术体育的中等学校龙头 另外 豫章工商也相当重视学生社团活动 不但设有多样化的社团课程 如街舞 乐音 宜队 篮球等各式社团 也培育不少的校队 经常受到校外邀约表演 丰富学生学习的领域 也激励学生多元智能 不合学校所提倡的五欲病重教育理念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豫章工商以提升教育绩效 强化学校整体竞争力 让学生找到自我的优势与价值 相信未来 透过学校持续创新发展 所打造出优质的环境 将培育出更多专业卓越的人才 因此无论你想升学或是就业 相信预章会是你最佳的选择